那日,我奉命前去宫中给贵人看诊,我父乃是宫中御医,早早给我透过风声,这位贵人是皇上一亩同胞的十七弟,幼时遭遇宫变失踪,近些十日刚找回。 这位贵人在外受了许多苦,身体亏空的厉害,但十七殿下是心急,非医药能为。 这位十七殿下长得甚是好看,样子也乖乖巧巧的,但性情乖张暴力又固执,根本不配合御医医治,要说不喝就不喝,说绝食就绝食,天天闹着要出宫去找人。 但他那副身体,外墙中肝,怕是在外面再奔波几年,回来就成人肝了。 最后没办法,皇上和太后也跟着找人,但条件是贵人乖乖地看病。 父亲又说,你去了后,不过是走个过场,看不出什么也不要紧,况且京中女衣稀少,你又是难得的医术高超, 太后更加不会为难你。 我点点头,表示心中有数。 我的丈夫肖玉清送我到宫门口,我们腻歪了好一会儿,她才依依不舍地离去。 我看了好笑,点起脚尖吻了吻她额头,直到她笑成了二傻子,才提着衣箱进了宫。 我到时,店前已排了长长的队,有男有女,女衣少得可怜。 我一到就引来了众人围观。 这里面还有几个是曾去过我家上门提亲的,一见到我就目光灼灼。 这步,还真有一个愣头青甩开手,灯灯几步跑到我跟前,热情地让人难以招架。 李姑娘,好久不见,不知可还记得我,不认识。 那人兴致勃勃将自己介绍了一番,最后吞吞吐吐地说道, 李姑娘,当年惊鸿一瞥,在下念念不忘,只盼再见姑娘一次。 李夫人,我打断她的话,一剪言该,我早就成亲了,请换我李夫人。 少年人仗红了脸,耿着脖子喊了一句,成亲了还能合理,到时,请李姑娘给再下一次机会,再下轻慕,姑娘已久。 这少年喊得太大声,引来周围人的注视,也引来一阵是呀是呀的附和声,气得我差点将侍女背着的药箱扔到这人脸上。 现在的年轻人,真是好不要脸。 这边的动静,引起了贵人的不满,有人出来呵斥了一番。 那人看了我一眼,让我先行一步,给十七殿下看诊。 太后的宫殿静悄悄地,宫女们尽若寒蝉,充满了压抑的气氛。 太后雍容威严,此时却用手撑着头,不住地掉眼泪,旁边是一张相襟待遇的床塔。 通过朦朦胧胧胧的沙障,隐约能看到里面是一个人。 那人听到了动静,似是动了一下,向我看了过来。 我只看了一眼,就低下头行李,再去把脉。 帘子下伸出一只骨节分明,但又伤痕累累的手来,苍白瘦削秀气,上面青色的血管根根分明。 太瘦了,这人身体有大病。 我皱了一下眉,拿出丝帕搭在他的手腕处,仔细把脉。 果然如同父亲所说,这身体亏空得十分厉害,若是不好好僵养,怕是。 怕是什么,帐子后的声音又轻又柔,不知是不是我错觉,总觉得这声音藏着掩饰不住的喜悦,似乎是见到了久别重逢的故人的心细。 怕是与瘦数有爱,我一咬牙,说了出来。 那我瘦数几何,帘子后的人又道,你可能知。 可知,我又仔细感受了一下他的脉搏,正要说话,却又听那人又问道,你叫什么名字? 李姓。 我话刚落,只见覆盖着丝帕的那只手动了,反手将我的手腕捉住狠狠一拽,我倒向床边。 另一只苍白瘦削的手符开床漫,露出一张年少俊秀的脸来,如雪山出戎,冰冷与喜悦交加,最后融化成了一滩的春水,滴落在我脸上。 他说,找到你了。 他说得极慢又欢喜。 短短几个字仿佛背负了生死和救赎,害得我心惊胆战,爬起来就跑。 这走向,我实在是太熟悉了。 不是我自恋,实在是被当年那些京城的少年郎给磨砺出来的,其中也不乏几个极端,偏执的,当年要死要活,还差点闹出绑架的事来。 若不是我积警,又会医术,说不得还真有人会成功。 我没跑成,反被人使尽一带扑到了他的怀里,然后被死死地抱住,你是来救我的吗? 他勒得我五脏六腑,都仿佛移了位置。 我难受得咳了几声,又拍又打,好不容易才挣脱出来,但手腕还是被人牢牢地抓住。 医者人心,十七殿下是病人,我自然是要救的,我避开他圣人的眼神,求救望着已经呆滞的太后伸出一只手。 太后娘娘,太后娘娘不赞同地看着十七殿下,十七,礼仪女早已嫁人,你这般不合礼数。 太后不说还好,这一说,她的眼神更冷了,似乎要把我身体戳出几个窟窿来,她的声音冷彻骨髓,你嫁人了。 我点头如灼米,还忙不迭地补充,我与夫君情投意合,夫畅覆随,琴瑟和鸣。 嗯,哎,啊,你干什么?我放声尖叫。 这个混蛋,他竟然按着我头就亲了一下,俊秀的一张脸,争宁成了修罗脸,他痴笑一声,你嫁人了。 气了他,嫁我。满大殿都是他坚定的声音,从我到太后,再到其他的人都被他这番言语震惊到失语。 从没见过这般嚣张的人,我觉得我要死了,他可有我好看。 好看,我家玉清最好看,但当着人家老母的面,我不敢说,违心地摇摇头。 他可有我年轻,他长我两岁,我喜欢大一些的,会疼人。 他既然没我好看,又没我年轻,姐姐何不选我? 姐姐,我可没有这般要命的弟弟,大概我就喜欢不好看又年长的。 我话音一落,他就痴笑起来,我可记得姐姐当初说过最喜欢好看的,还让我以后长得好看一些,好看了就嫁给我。 你不记得了,他歪头看我,目光一寸一寸地攻城掠地,吓得我恨不得将自己蜷缩成鞍唇。 这些话,我有说过吗? 我茫然了,努力地回忆,却什么也没想起来,大概是我以前承诺太多了,早就忘了。 太后看不下去了,极力劝扶十七殿下,不过是些臣子之妻不可欺,强扭得瓜不甜。 以后母后给你找个更好的,你就放了礼仪女吧之类的话。 我点头如啄米,听命地表示赞同。 但十七殿下油盐不尽,捏着我手腕一眨也不眨地看着我,看得我冷汗直流,腿脚虚软。 我的命是他的,他在我活,他走,他停顿了一下,一字一字咬得极重,他走我死。 他还说,我见命一条不足兮,只是可惜姐姐要在大好的年华陪着我死了,我们好在九泉之下再许前缘,做一场鬼夫妻,你说可好。 不好,我头摇得跟波浪鼓一样。 不好呀,他叹息,你说了不算,我说了才算。 救命呀,我都快哭了,这人怎么不讲道理,又听不懂人话呀。 烦请母后回避一二,我与她久别重逢,还有话要说,有账要算。 太后装作头晕,带走了其他人,很快,整个殿里就剩下我和她了。 我徒劳地抓住太后娘娘的衣角,却被十七针笑着一根根掰开,握在自己手里,更是强掰着我的脸看她。 阿兴,你的手应该牵我的手,你的眼睛应该只看我,不然,我会生气的。 她重重地咬在我脖子上,在我耳边温柔低语。 我想也不想,一巴掌扇了过去。 这人,有病。 我被十七殿下扣下留宿的消息,跟长了翅膀一样,当天夜里就传得纷纷痒痒。 听说,玉青来找时,被她的人打了一顿,伤得不轻,近乎下了死手。 我一听就急了,闹着要回去。 十七殿下烦不胜烦,冷笑着将我绑了起来,将我扛到了她的府邸。 我刚被松绑站都站不稳,就撒开腿跑,然后再次被人提着后铃给拽了回来,还被压在她怀里,扣得死死的。 她的五官隐没在明明灭灭的烛火中,好像突然醒来的魔神,看一眼就让人灰飞烟灭。 我腿肚子就要打转了。 直觉告诉我,这个人跟以前那些少年狼不一样。 你为何要跑?她似乎真的想不通,满脸都是疑惑,你我久别重逢,不应当是欢喜吗? 就如同,我见你这般欢喜。 可是,我不认识你啊,从初见到现在,我终于将这句话吼出了口。 她的身子一点点僵住,我明立念,还是你取的,你怎么可以忘记? 我想了又想,还是想不起来这个人是谁,小心翼翼地问道,莫不是你认错人了? 不可能,她的手指一寸寸描摹过我的眉眼,带来一阵心悸的毛骨悚然,我念了你这么多年,你的相貌。 你的名字,你的声音,你的脚步声,我无时无刻不想念,我即便是认错自己,也不可能认错你。 我一听到你的脚步声,就明白你来了,你来救我了,就跟以前一样,在我要死的时候,你来救我了。 我听得一个头两个大,但也明白了,估计是我以前救过的小孩,现在找过来了。 但是,这不对啊,你这不是恩将仇报吗? 我刚说完就听到她冷笑一声,我以身相许,给你我所有的一切,连同我的生命和一颗真心,只要你接受,那就不是恩将仇报了。 说的还挺有道理,再者,阿兴遇到的恩将仇报还少吗? 这话更扎心了,人家的报恩送钱送温暖,我就总遇到白眼狼,不是贪图我容貌,就是贪图我身子,要不就是贪图我温柔善良的,每一个是想好好报恩的。 我今日在殿中听闻,有人爱慕于你,盼着你何离,是也不是,她又问。 没有的事,都是玩笑,我硬着头皮,死不承认。 可我不是玩笑,她将我放下,扶去身上并不存在的灰尘,成亲了还能何离,到时请阿兴给我一个机会,或者我杀了你丈夫,再将你抢来。 她威胁完我,就留下我,让我好好想想,没想清楚之前,我哪里也不能去。 就这样,我被软禁了。 被软禁的这几日,我吃穿用度,倒没受什么委屈,只是要日日看着历念的脸,食不下咽,愁得头发一把一把地掉。 我想念玉清了,我想念那个与我两情相悦,人美脾气好的丈夫了。 每次我一提要归家,她只温柔地看着我问,阿兴,可是想清楚。 想清楚个屁,和离个屁。 我抱了粗口,结果依旧被囚禁在王府内。 短短几日,她已经将我的身家和各种事迹摸得一清二楚,脸色也愈发不好,简直是阴沉透顶。 阿兴还真是受人欢迎,她一边翻着手下送来的消息,一边咬牙切齿,我可真是见识了何为一家有女百家求,怪不得你不记得我,原来是新欢旧爱在旁,谁还记得当年随手旧的阿猫阿狗。 她们也配肖想你,本来她就长着一张小白脸的样子,这一黑脸,简直就像黄泉里的索命白无常。 她们不配,你就配了,我忍不住反驳。 她笑了,几个胯部来到我跟前,掐着我的腰将我放在书案上,挤在我面前,贴着我身体,双手蛮横地圈住我。 她呼吸的热气落在我脸上,我忍不住躲,这一躲她就顺势压了上来。 她说,我自然也不配,可是,只要我将你躲了过来,你就是我的了,自然没有配不配之说。 我就是在这要了你,你也没任何办法。 她脸蹭着我的脸,由轻到重,由温柔到极不可耐,她如同荒漠上久渴的旅人,逮到了救命的水源,拼命地掠夺。 我将这身子一动也不敢动,跟个木头一样,生怕惹得她兽性大发,可是她早就红了眼,开始扯我衣服,如同发情的野兽。 我一急,猛地抬起膝盖,狠狠地撞向她情动之处。 这一下,我使出了全身的力气,她们哼一声,痛得蜷缩起身体,我用力将她掀翻在地,提着裙子就跑。 我刚跑两步,脚踝就被人捉住,一股大力传来,我扑通一声,被拽到地上。 回头一看,我倒吸了一口凉气,什么也不顾地开始往外爬。 那家伙额头青筋抱起,眼睛通红,脸色猙獰。 她宁笑,你跑不了。 我能让你跑一次,还能让你跑两次吗? 阿兴,认命吧。 历念栖身而上,死死地压着我,尽管她身体还在疼得哆嗦,但挟制我的力气却特别大。 她咬我,啃我,一声一声叫着我的名字,缠绵翡策却又凄厉阴狠,就跟失偶的孤狼,强大甚人又绝望。 她的手扣在我腰带上,我吓得眼泪都流了出来,哭得不能自已。 我以前虽也遇到过偏执的,但没一个敢这般对我,无不是小心翼翼地供着我,哄着我。 历念碰到我的泪水,身子僵了下来,半晌后,她叹了一口气,一点一点失去我的眼泪,将我从地上抱起,放在凳子上,拢好我衣服。 她说,阿兴,别哭,你哭得我心疼。 我根本不听她的,依旧哭得稀里哗啦。 我受了这么大的惊吓,还不让我哭,有没有人性。 历念哄了我很久,但我依旧哭得停不下来,眼睛肿了,嗓子也哑了,哭得脑子一抽一抽地疼。 最后,她软了声音,小心翼翼地求我,问我怎么才能不哭。 我一边抹着眼泪,打着哭嗝,一边说,放我回去,不可能,换一个。 我,你消失。 不行,历念气笑了,我好不容易找到你,怎么舍得离开。 这也不行,那也不行,我气得脑子疼,一激动就晕了过去。 再次醒来,我是被鬼哭狼嚎声给惊醒的,我医者人心。 条件反射性地就起来摸药箱,去救人。 等我过去,就被眼前的情景吓了一跳,手里的药箱都掉在了地上。 不是我没见识,而是这一溜的血人出现在这个府里,实在是有点血腥。 历念对我微微一笑,阿兴,你醒了。 来,阿兴,见见这些人,他一摆手,这些血人被提到我跟前。 其中一个被打得最重,是那日在宫中向我表白的少年,他看到我裂开一个笑来,示意我不用担心。 我当即就要给人医治。 历念拉着我,冷笑着踩断了少年的腿骨,舌了人家的手臂,还要挖了人家的眼睛,割了人家的舌头。 若不是我拉着,他就真下手了。 基于你的人,有一个算一个,都该死,言谈间他笑意盈盈,特别是阿兴你那夫君,更该死。 听闻你和夫君恩爱有加,情深义重,是也不是。 不知为何,这笑语盈盈被我听出了咬牙切齿的感觉,总觉得他没安好心,我当即摇头,都是谣传,我与他全是面子情分。 既然如此,姐姐应该不介意换一个丈夫吧? 介意,介意,我当然介意,不不不,我们跟传闻的一致,一见钟情,恩爱两不疑。 那他更是留不得了,他眼中的杀气已经藏不住了,你说,他怎么死好呀? 都不好,我干巴巴地说着,就让他自生自灭吧。 我这话一落,他神色明显冷了下来,抓住我的手越钻越紧,冷笑,姐姐真是反复无常,我都不知你哪句是真哪句是假。 我干巴巴地笑着,使劲抽出自己的手,可怜见的,我手腕都轻了一圈,可见这东西使了多大的力气。 他眼神正正地落在我手腕上,漠不作声地离开,没多久,他又反了回来,从怀里掏出一瓶药膏来,指尖挑了药膏,强硬地给我上药。 我老老实实地认他一点一点将药膏涂抹,一寸一寸地用温度化开,然后顺着我手腕向我袖子里摸去。 我当即惊得后背汗毛都立了起来,使劲把人一推,拔腿就跑。 刚迈开一步,就被人抓住,然后一股大力传来,一阵天旋地转,我落到了立念的怀里。 四目相对,我惊慌失措,他眼眸深沉,其中蕴藏着的电闪雷鸣,似将人给淹没。 紧接着,我的唇就被重重咬了一口,疼得我拳打脚踢,奈何我花拳绣腿,根本奈何不得他。 他压下我乱扑腾的手脚,将我唇边的血迹擦拭干净,又是一抹让人讨厌至极的笑。 我们赌一把吧,就赌他对你的情意,我赢了,你嫁我。 若我赢了呢?我反问。他看着我笑,胜券在握,你,赢不了。 赌约在我毫不知情的时候,悄然展开。 那天清晨,我刚醒来就察觉到不对劲,历念竟然躺在我的床上, 衣衫松松垮垮地挂着身上,支着脑袋好整以暇地看着我,露出大片雪白的肌肤, 只是肌肤上伤痕纵横,让人望而生畏。 这不算完,他下一句话,简直将我的神魂炸得灰飞烟灭。 姐姐的夫婿已经来过了,他看到我们非常生气,不要你了。 这个赌约你输了,你那好夫君不要你了。 我眼泪跟不要钱一样直流,从无声乌液到嚎啕大哭。 身体不会说谎,我确实已失真。 我要见玉清,告诉他我是被迫的。 我爬起来就要走,却被历念拖了回去。 我巴掌和指甲全都招呼到了他脸上,一边是恨意疯长,一边是杀意见农,谁也不肯视若半步。 最终,他带我去看了玉清,在血气弥漫的地牢中。 那浑身跟个血人一样,破破烂烂扔在地上的,不是我丈夫萧玉清是谁。 阿清,我轻声唤他,连滚带爬地来到他身边,却不敢伸手扶他。 生怕弄疼了他的伤口。 玉清吃力地睁开眼睛,伸出血肉模糊的手,轻轻将我脸上的泪拾去。 他说,阿清,对不起,我没保护好你。 我哭倒在地,都怪我,如果不是我,他根本就不会遭遇这些。 但玉清一点也不怪我,反而安慰我说,他何其有幸能得我为妻。 我知道他是嫉妒我,玉清咳嗽了几声。 阿清,我从未想过和你分离,即便除非你不要我。 傻阿清,我怎么可能不要他呢?他这么好。 啪啪几声掌声传来,立面背光而立,重重拍了几下掌,真是情笔金尖,让人心生极度。 他将我跟小鸡一般拽到胸前,又将一旁挣扎着要护我的阿清踹飞了出去, 我不会放你走的。 阿清喷出几口鲜血,头一歪,晕了过去。 我想要过去,却被历念死死地抱在怀里,你赶过去,我剁了他喂狗。 我气得浑身发颤,一巴掌拍在他脸上。 他也不生气,甚至笑得有几分开心,外人都道你温柔良善,想必我是第一个由此殊荣的人吧。 如此甚好,什么如此甚好,分明是岂有此理。 这几日,我和玉卿被囚禁在王府,历念这人够狠。 我一日不从,他便一日不将玉卿从牢里放出来,在我面前折磨我的丈夫。 我哭着绝食,他也跟着绝食,这是传到了太后耳朵里,他老人家气势汹汹而来,不舍得冲儿子发脾气,将我好一通斥责。 我跪在太后跟前,恳求他救救我们夫妻。 念儿喜欢你,是你天大的福气,太后道,哀家这孩子寻来得不易,他若有个三长两短,你全家陪葬。 这个福气,我根本不想要。 太后护短,更是护这个好不容易寻来的幼子。 这段时间,历念为所欲为,囚禁人妻,伤人丈夫,打断人家手脚,一桩桩一件件,早就被御史告到了皇上那里。 但没用,太后抓了我母家和夫家所有人,随便构陷了一个罪名,择日流放。 太后语重心长,你好好想想。 雪上加霜的,使郁青的伤势一日重过一日,后来又发起高烧,昏迷不醒,眼看性命不保。 历念以我丈夫的性命威胁我,又让人压来我婆母。 我婆母跪着求我,求我救救他们的儿子,我根本没有选择的余地。 最终我还是硬了下来,不过我也提了条件,等她好了,我们再合理。 不然,我宁愿陪她一起死。 历念直勾勾地盯着我,眼神晦暗不明,最后滴滴应了一声。 好,郁青回去了,我继续被扣在了历念身边。 那晚,她喝得鸣顶大醉,拽着我的手腕,捏着我下巴,一声声质问我为何不爱她。 这话问得好笑,我之前并不识她,又怎么说得上爱? 她得不到想要的答案,就带着我去杀人。 是的,杀人,在我面前,手起刀落,血剑三丈,吓得我在她怀里尖叫不断。 她说,阿兴,为了你家和萧家满门,你好好想想。 在一地血色中,她倾土对我的爱意,吻上我唇。 我听到衣上撕裂的声音,被浓烈的黑暗笼住,随着命运起伏,无处可逃。 我听到她说,我爱你,可是我不爱你。 萧玉青一好,历念就来滴血和离书。 占足了墨的毛笔,迟迟不下落,玉青悲切地望着我,我却不敢看她,被过身偷偷失了眼眸。 那一刻,我反悔了,我不想合理,但我忘了,历念想要的,不择手段也要握在手里。 我的一面反悔,反而又给萧家带来了灾火。 放弃书是历念你的,她念一句,让玉青写一句,字字句句,合着血合泪,一笔一画。 分明就是断肠草,穿肠药,恨不得将人凌迟成千百片。 一时之间,整个世界只剩下历念的声音和玉青笔墨游走发出的声音。 时间漫长的,仿若天荒地老。 放弃书成,木已成舟,我们缘分到此为止。 我快哭死过去,萧玉青也哭得上气不接下气。 我抽抽搭搭地说,我又不是去送死,你哭什么哭。 我是攀得高知了,你该贺君得高签,别哭得全京城都为之潸然泪下呀。 我不说还好,这一说,她哭得更厉害了。 阿兴,你是我的妻子,我们本应该白头偕老,儿孙满堂的。 可是能怎么办呢? 我只能说,你以后还会有如花美眷,有活泼可爱的儿女,有。 可是,却再也没有你了,她说,我再也说不下去了。 她有以后,我有以后,而我们却再也没了以后。 她抬眼深深地望着我,我在她漆黑的眼眸中看到了我的身影, 身受体薄,憔悴非常。 我强忍悲痛,从她手中一点一点抽出那张和离书。 她眼中满是绝望,哀求道, 阿兴,历念强硬地将我紧紧地按在怀里,抽走了和离书,满意极了。 她的怀抱又冷又硬,形如牢笼。 她说,阿兴若舍不得,不若我将她身上的灵箭拆下来几个,留作纪念。 我头摇得像波浪鼓一样,我是被历念给抱走的。 我扒着她手臂向后望去,只见身后的宅子萧索寂寥,里面的人形如枯稿,外面的人泪落断肠。 历念抱着我入了马车,一放下我,我就迫不及待地远离她的怀抱,蜷缩在小小的角落。 她一扫之前的阴沉冷静,嘴角挂了一丝笑意,说着以后的憧憬。 从何时大婚,到生儿育女,还说到死后同观,以文载情流芳百事,让后世瞻仰我们非同一般的感情。 一桩桩,一件件,规划得明明白白。 可是,我不乐意啊。 她将我从角落里捞了出来,强硬地将我按在怀里,一寸一寸地抚摸我的头发,语气温柔。 阿兴,当初你怎么那么不听话,非得嫁人呢?不然何苦来这么一遭? 我忍不住打断了她的话,我今年二十有二,我这般年龄的,怎可能不嫁人? 寻常人家的女子,这个年龄,孩子都已经跑得贼快了。 历念认真的说,我若找不到你,便会终身不娶,那为何你不能等我? 你等不到我,就不能终身不嫁吗?那能一样吗?我又不爱你。 在那一刻,我都佩服自己做死的勇气。 果然,她的手指收拢,我后颈吃痛,忍不住地仰起头。 这一仰头,就看尽她漆黑如深渊的毛子,以及浸在咫尺的唇。 她在我耳边一字一句地说道,我爱你就够了,我们有一辈子的时间慢慢好。 我至今也想不明白,历念对我到底哪来的感情。 她让我自己想,我魂不守舍地回到娘家。 嗯,是历念抱过去的,一路如无人之境。 她还顺便将我的鞋子脱掉,给我盖了被子。 然后,当着我家人的面,吻在我额头,让我好好休息,明日来娶我。 今日何离,明日改嫁,估计全京城就我独一份。 我不用看,只听那此起彼伏的抽气声,就知道我家人的表情有多精彩,内心有多震撼。 我那老爹,眼睛都快睁大了,指着历念哆哆嗦嗦地说不出话来。 历念一个棱眼扫过去,语气凉薄,岳父大人有意见。 呸,谁是你家岳父?我家姓儿是有夫之妇,别以为你是十七王爷,有太后和皇帝撑腰,我们李家就怕了你。 何离了?我老爹目瞪口呆地看着历念掏出的何离书,半晌说不出话来,历念弯腰捉住我的手。 大刀金马地坐在我床上,微笑恫吓,若我与阿姓无缘,那大家就一起黄泉相见吧。 到了九泉之下,我与她成婚也热闹一些,她在明明白白地告诉我,不嫁她,她会拉着我一起死,我一家也都要陪葬。 我一巴掌打过去,用了十足的力气,她不慎在意,只是擦掉嘴角的血迹,抓住我颤抖的手看了又看,问我疼不疼。 我手疼,心更是气得发疼。 这人根本不能讲道理,索性我狠狠抽出手,用被子蒙住头,下竹克令,我累了,你走吧。 好,她这次倒是听话。 片刻后,她是声音在门外传来,阿姓,莫要做傻事,想想你家人。 我等了你这么多年,不想再等了,我一动也不动,装作听不见。 自遇到她后,我安稳幸福的人生,就跟脱缰的野马一样,再也回不到从前了。 真是前世的冤孽,今生的孽障。 第二日,历念并未能如愿迎娶我。 太后和皇上嫌弃她定的日子仓促,万事不讲究,命四天剑选了最近的良辰吉日,一切按皇家的规矩来。 太后一句万不能委屈了你心上人,成功让急得跳脚的历念平心静气。 我一家长须短叹。 母亲更是哭成了泪人,反而需要我来安慰。 母亲说,她这般性情,今日爱你若狂,她日就可恨你入骨,这种人不管是爱是恨,都着实让人招架不住。 若以后你能如她所愿,这日子尚可过得下去。 可你这性子,此后定心中无她,时间一长,她必心生怨对,到时,你可怎么办? 大不了互相折磨罢了。 出嫁那天,我一家愁云惨淡,不像是半喜事,反而像半白事。 历念魂不在意,嫌疑怒马意气风发,对比我这边的凄惨,愈发显得格格不入。 离开的那一刻,人群中爆发出惊天动地的哭嚎声,简直是闻者落泪,听者伤心。 是郁青的声音,我强忍着没敢转头。 皇家的婚事繁琐漫长,我全程如同行尸走肉。 心房内,历念将我推倒在大红的洗床上,轻柔地取下我头顶沉重的凤冠,又是去我脸上的泪水。 那晚,他温柔地不可思议,但依旧不顾我的意愿,强迫了我。 他说,今日大喜,一定要洞房。 婚后,我度日如年,历念却跟变了一个人一样,变着法子讨我欢心,就跟普普通通的少年郎一样。 他说,当初你是他人妻,我心中极恨,行事难免乖张。 而今你是我的妻,日日相对,夜夜相拥,即便你心不在我身上,我依旧心满意足。 我要是信了他,我就是傻子。 那可怕的占有欲和控制欲,简直不要太明目张胆。 只要我没再看他,他就会想方设法地占据我的视线,好像他多好看一样。 虽然他长得确实好看,只要我多在意什么人一点,此后,那人就不再出现在我面前。 我走到哪他跟到哪,就连我如厕,他也要跟着。 晚上还得伺候这位大爷。 仗着年轻力气好,可拙劲地折腾,一折腾就是大半宿。 为此我没少挠他,但没什么用。 他让我尽管抓,只要别伤了指甲就行,反正他皮糙肉厚。 这日子简直过得水深火热,我脑子里转过无数种让人死无葬身之地的法子, 只是还未等我实施就被他看破了。 每次他都是深深地叹口气,然后夜里加倍讨伐了过来,气得我指甲都抓踢了好几个。 有次半夜时分,我看到他那般哭坐在床上,直勾勾地盯着我, 眼神如同狼一般散发出凶狠的光,吓得我羞得再次闭上眼睛装睡。 一天天地,我活得心惊胆战,实在受不了了,我便提出抗议,但与他说不通。 得。 人畜有别,很快,我有身孕。 算了算日子,正是我,利念和肖玉清纠缠的日子,这孩子我也不知道是谁的。 利念一手揽着我,一手摸着我肚子,漫不经心地说道, 这孩子不管是谁的,都是我与你的骨肉,你与他成亲几载都没孩子,必是他不行, 而我年轻力壮,岂是他能抵的? 年轻力壮? 我心里冷笑两声,就这丝外强中肝的身体,不早死,已经阿弥陀佛了。 若不是你的呢? 我问他,那又何妨,我既然能抢妻,自然也能夺子,他笑。 真是好大的权势,若他没了权势,我心动一动,心里有了主意。 他似乎看透了我的想法,笑了起来,没了权势,我只会更加肆无忌惮。 我本就一无所有,自然豁得出去。 他手一圈一圈缠着我头发,似乎要编织成一个牢笼,将我也将他自己困得喘不过气来,方可罢休。 即便没有权势,只要我寻到你,我都会带你走,往深山,往老林中,如此过个三年五载,到时天地之间,唯有你我相依为命,再有几个孩子。 我头皮发麻,忍不住一巴掌拍在他嘴上,让他闭嘴。 他说得好听,什么叫天地之间,唯有你我? 什么叫相依为命?分明就是要将人求助,跑不了逃不出,还见不到人,除了任命,别无他路。 后来,孩子顺利出生,历念这丝眉开眼笑,宣布这是他的长子,更是在孩子满月后打上萧家,抱着孩子向郁青炫耀,言语之间讽刺郁青无能,成婚几年,连个孩子都生不出。 最后,更是嚣张地放话,如今本王娇妻温柔,幼子可爱,萧公子却行丹影之,让人看了甚是不忍。 不如本王为你寻个好亲事,好过你日日惦记我家夫人。 这丝真不要脸,娇妻,抢的,幼子,是不是他的还不一定? 更不要脸的是,他做完这一切,还会声会色地讲述与我听,指着自己的那张肿了的脸告状,说是萧玉轻打的。 活该,若不是怕被晚上报复回来,我都想甩他两巴掌。 我没打他,他以为我是心软了,更加得寸进尺,日日抱着孩子去萧家炫耀上一番,顺便逼个婚。 萧家不堪其扰,最终决定何家离开京城。 玉轻离开那天,历念破天荒地同意我去送他。 我站得远远,目送玉轻一步三回头地离开,心情缭络。 一旁抱着孩子的历念却非常高兴,甚至哼起了小曲,惹得我心烦意乱。 我狠狠地瞪了他一眼,怨恨疯涨,如果没有他就好了。 肖玉轻离开后,我一天天沉默下来,日日沉迷于医术。 反倒是历念非常喜欢孩子,就好像那孩子真的是他的一样。 他最近容光焕发,亏空的身体早就好得七七八,甚至还长高了几分,精力也更加旺盛。 折腾起我来,更是肆无忌惮,让我十分地后悔,后悔当初为什么没接手调理他的身体,让他亏空得更彻底,省得晚上再折腾我。 耳鬓撕磨之际,他一遍遍地抚摸我的肚子,言辞恳切求我再为他生一个孩子。 我沉默了两久,终是应了一声好。 人为刀阻,我为鱼肉,不好又能怎么样呢? 再者,我害怕。 孩子眉目展开之后,不像我,也不像历念,反而像极了萧玉卿。 太后颇有微词,皇家血脉岂能混淆,不止一次让历念将孩子送走。 历念却不应,他与我说,无论他是谁的孩子,都是你我的骨肉。 事实确实,这孩子是他用来威胁我的。 只要我一不如他意,他刀子般的眼神就落在孩子身上。 我赶跑,他就赶折断孩子的手脚。 有次在兄长的帮助下,我带着孩子差点逃走。 他最终还是找到了我们,当着我的面,将匕首刺入兄长的掌心,挑了他写字的右手,还差点摔死了我的孩子。 我抱着他腿求他,答应什么都依他。 他让我当着众人的面取悦他,他高兴了,才会放过兄长和孩子。 那天我一边落泪,一边吻上他的唇,最后被他抱到无人的地方,一成授欲。 从那以后我就学乖了,事事依着他,随他高兴。 只要他不发疯,我和孩子过得还算好,只是心不好。 几个月后,我再次有了身孕。 我与太后一拍即合,打算偷偷将孩子送回萧家。 历念有了自己的孩子,想必就会放过育青的孩子吧。 但我们并没有成功,孩子被历念结了回来。 那日他冷着脸,抱着孩子一步步向我走来,眼神跟刀子一样,一层一层地刮着我。 孩子以为我不要他了,哭得上气不接下气。 我心疼得慌,接过来手忙脚乱的安慰,指天发誓没有不要他。 好不容易安抚好了孩子睡着,一抬头,就看到了压抑着怒气的历念,害得我后退了一步。 然后,我听到他问,阿兴是怕我杀了他吗? 你就这般不信我。 我不敢吭声,我确实不信他。 我的沉默惹怒了他。 他一步步逼近我。 我被逼得步步后退,最后退无可退,被他捞在怀里,狠狠咬了一下耳朵, 血腥气伴随着他失落的声音落在我耳中,你就不能爱我一点吗? 信我一些吗? 不能。 不爱就是不爱,半点勉强不得。 不久后,萧家老夫人和老爷子特千里迢迢而来,带来了玉清身死的消息, 他们想将孩子要回去,儿子没了,不能再没了孙子。 玉清死了,我茫然地问,他外出散心,遇到了劫匪。 我只觉如坠冰枯,挖得吐出一口鲜血,耳中再也听不到任何声音。 再次醒来的时候,我第一眼就看到了丽念,也不知他守了我多久,神情憔悴,下巴的胡茶都冒了出来。 我用被子将头蒙住,被转过去,我不想见他。 萧玉清死了,绝对有他的手笔。 我与丽念相处的时日越长,非得没有日久生情,反而恨意越深,直到再也压抑不住。 太后因为我有了身孕,就动了给丽念房里天人的心思, 你如今身体不方便,就让其他人替你服侍念儿。 我答应得痛快,却惹恼了母子二人。 阿兴可真是贤惠,当年你怎么没给萧玉清那妾。 丽念脸色当即就冷了,看我鼻子不是鼻子,眼睛不是眼睛。 太后也指责我带丽念不真心,辜负了她幼儿一片真心,实在是铁石心肠。 要给丽念天人的是太后,怎到最后被指责得反而成了我。 这母子俩,合着就欺负我一个外人。 回去后,丽念就跟我大吵了一架,她怪我心里没她,觉得不公平。 我冷笑一声,终于忍不住将心中的话说了出来,抢求来的就不该贪心太多,小心遭天谴,到时候死无葬身之地。 我想她死,想得发疯,这虚于尾夷的日子,我是过够了。 丽念眼中闪过一丝的受伤,随即握着我肩膀,一字一句地问我,你就是这般想我的。 你真想我死? 是,我平生难得恨人,历念是第一个。 若不恨,我都不知我该如何活下去。 能死在你手里,我心甘情愿,历念往我手里塞了一把匕首,只要你高兴。 我一个诗神,他就狠狠按着我的手,往他胸口刺去。 我一惊,条件反射性地抽出自己的手,却被他按得结实,甚至还按着我的手,又刺尽了几分。 他忍痛笑说,你不是想为他报仇吗?我成全你。 你怀疑得没错。 萧玉卿是我杀的。 我受不了你心心念念都是他,受不了你曾嫁给他,为他生了孩子。 我受不了你爱他,却一点也不爱我。 你想让我死,我想让他死,如此而已。 他说一句,就将我的手按得更紧一分,直到整个匕首刀身全都没入他的身体,血流了我满手。 他笑红了眼眶,死了,总比被你抛弃得好。 历念没有死,我终是下不去手杀人。 杀人的感觉很不好,为此我做了好多天噩梦,醒着的时候又哭又笑又骂,笑我自己可笑,骂历念混账,哭笑欲轻可怜。 我不能杀人,就只能杀自己了,但在那之前,我还有事情要安排。 历念昏迷的那几天,我将孩子交给萧老夫人,叮嘱孩子好好听祖母的话,又叮嘱萧老夫人呢,走得远远的,再也别回来。 我回了家,见到父母就结结实实地磕了几个头,我母亲似乎预感到什么,哭着不让我走。 我还是走了,我不能死在自己的家里,让家人伤心。 历念见到我非常开心,固步地自己重伤在身,爬起来将我紧紧地抱在怀里。 阿兴,你回来了,你还是在意我的,对不对? 我不置可否,轻轻地推开他。 我说,你给我说说我们以前的事吧。 历念满口答应,我第一次见你的时候,是个瞎子,很长一段时间,我都不知道你的样子,只记得你声音和脚步声。 所以那日他一听到我的脚步声,就知道我来了。 我记了你很多年,你明明答应会考虑嫁我,你怎么可以嫁给其他人? 你说会永远记得我,却转头就将我忘了,大骗子。 历念不停地说着,说着他的过往,对我的思念,说着他的嫉妒,说着他已经变质地爱慕。 他说,他也不想这样,可是他控制不住。 他说了很久很久,久到我困意来袭,眼皮再也抬不起来。 我听到他问,阿兴,你是累了吗? 我勉强恩了一声,再也提不起半分的力气。 累了就睡,我与你一起,他揽着我同勤,言辞切切,柔情蜜语,听得我心中几乎有一丝的不忍。 但只有那么一丝丝罢了,毒药早就服好,想必再过几个时辰,我就会在沉沉的梦乡中死去。 等历念再次醒来,怀里拥着的就是一具尸体。 我很期待,十七狮子,他会有怎样的表情。 是痛苦的发狂,还是平静的性情? 我嘴角控制不到的扬起一丝微笑。 再见。 历念。 再也不见。 历念翻外。 我一睁开眼,就察觉到不对,阿兴的身体太凉了。 我疯了一般喊他,他没有半点回应。 我摸了摸他胸口,没有心跳。 我摸了摸他脉搏,没有跳动。 他死了,死在了我怀里,带着我和他的孩子。 真是残忍。 我闻闻他冰凉的额头,让他等等我, 我们一家三口,怎么能分开。 活着,他是我的。 死了,我也要跟着。 我不能再让他离开我了,他离开我的时间太长了。 第一次见李姓的时候,我十二岁,他十五岁。 我是妻儿,自小被丢到了橱馆中, 等年岁长了,就当楼中的小馆接客。 我不甘心,逃了出去,自卖自身, 找到一大户人家当了下人。 但我运气不好,主人家残暴,动辄就打骂下人。 我常常被打得遍体鳞伤,但好在,我还活着。 有些身体弱的,一死就被扔到了乱坟岗。 那天我因为一点小事,差点被打死,还伤到了眼睛。 主人家见此,就将我扔出家门,让我自生自灭。 我当时以为自己要死了,幸好我遇到了他。 滴水成冰的冬夜,我正躺在冰天雪地中等死, 迷迷糊糊中有人踏雪而来,身上玉佩叮当作响。 他温暖的手附在我额头,声音软软的, 你还好吗?还能说话吗? 我努力地睁开眼,但什么也看不到, 只闻到略带苦味的药香,从此记住了他的味道。 我犹如抓住一根救命稻草一般, 紧紧握住它附在我额头的手,说,救我。 而它果真就将我救了回去。 我被安排得妥妥贴贴,身上的伤有人包扎, 就连药也有人熬, 为我治眼睛的是一位成名许久的老医者。 刚开始,他还经常来看我, 逗我开心,哄我吃药。 他说,他叫李姓,又问我名字。 我骗他说,我没有名字, 无名无姓,无人挂念。 他说,不如你跟我姓吧,姓李,明念。 有了名字,就有人挂念你了。 这是到同姓不婚, 我怀着一丝无人察觉的妄念, 将李换成同音的李,改名为李念。 你会挂念我吗? 我紧张地问,会,你会永远记得我吗? 我再次闻到,他笑着答,会。 这个大骗子,说好了永远会记得我,他却失言了。 后来,我的身体在慢慢地恢复, 但我却不开心,因为他没时间来看我。 他有很多病人需要照顾, 老的少的,男的女的, 每天忙得跟个陀螺一样。 他很会哄人,哄着人吃药, 哄人看病,哄小孩子不哭, 哄得每个人都舒舒服服。 而我不哭不闹,每次只乖乖地等他来。 我看不到,就只能听了。 我听他与人说话,听他的脚步声, 久而久之,就记住了他的声音和脚步声。 偶尔他也会来看看我, 说上一两句话,我就能高兴上很久。 我叫他恩人,他却笑着说, 给你智商的是我师父, 煎药的是仆从, 为你包扎的是奶娘。 我哪是你的恩人, 你的恩人是他们才对。 但在我心里, 他才是我的救命恩人。 救命之恩, 我不知该如何报。 直到那日, 我听到一个质子 哪声哪气地向他求亲, 毫不要脸地说, 救命之恩当以身相许, 姐姐, 等我长大了你嫁给我, 让我报答你, 行不行? 他笑得开怀, 痛快地应道, 好呀, 只要你长大了, 还这般想。 我顿时毛色顿开, 扶灵心智。 对呀, 救命之恩无以为报, 唯有以身相许, 才是正道。 我也问了他相同的话。 他说, 好呀, 只要你长成顶好看的公子, 我就嫁你, 我呀, 就喜欢好看的。 我重见光明的那天, 是他亲手将纱布一层层拆下, 我第一眼看到他。 只觉天地都亮了起来, 他是我见过最好看的姑娘。 可是, 我却将这好看又温柔的姑娘弄丢了。 他走了, 连告别都没有, 就像他出现的那么突然。 一觉醒来, 我从别人的口中得知他离开, 顿觉像被流放到世界的尽头, 黄黄然, 还有被抛弃的恨。 后来, 我凭着一股执念天南海北的寻他, 学了很多的本事, 吃了很多的苦, 将自己搓磨成自己都不认识的样子。 大骗子和小疯子, 想必是极般配的。 后来, 有人找到我, 说我是他自小丢失的儿子, 当年公辩之时, 被仇家偷了出去。 他说, 我与兄长长得极为相似。 他还说, 他是太后, 我的兄长是皇帝, 而我是先皇的十七皇子。 他封了楚馆, 杀了当年欺辱我的人, 要带我回去, 弥补我。 我不愿回去, 我要找的人还没有找到。 他笑了, 说,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 你想找谁, 还不容易吗? 他说得没错, 果然, 我很快就找到了他。 那日, 我在九重宫阙中, 隔着层层的帷幕, 我听到熟悉的脚步声, 心如雷鼓。 那个说走就走的大骗子, 一步步向我走来, 声音一如既往, 温柔也一如既往, 多年的相思喷涌而出。 我再也忍不住抓牢他, 禁锢他。 我说, 找到你了, 你再也不能离开我了。